Hello 大家好我是達哥 上次跟大家一起探討XBOX下一代主機XBOX Series X的發佈會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討另一個話題 就是遊戲界的重要工具Unreal Engine 近日出了一條新影片說下一代引擎Unreal Engine 5是怎樣 究竟新的引擎有什麼賣點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一起去看看 提提大家記得開4K解像度來欣賞這條影片 為甚麼?因為這樣才可以了解到新引擎畫面有多漂亮、多震撼 不說那麼多廢話了,馬上去片吧 接下來的片段全部都是PS5運行的實機片段 不是CG影片逼你入局 可能你又會立即挑戰 喂!有什麼證據啊?你說的 所以製作人就很聰明了 他就立即開了一個好像我們平時打遊戲的攝影模式 這樣四圍去走的 證明了這個不是CG影片 一來到他立即展示石頭的材質給你看 哇!許許餘生 好像真的石頭一樣 為甚麼他做到這麼真呢? 就是因為他用了一些8K的素材 匯入去Unreal Engine 壓縮成成千上萬億的3D多邊形造成的 製作人說呢 怕你們又說去吹水 就立即開了另一個模式給你看 看到很多一粒粒 好像那些數碼相機的噪點 這些粒粒全部都是3D多邊形來的 如果你不相信他就可以慢慢數 不過看法數到下年你都還未數得完 好了! 展示完材質有多厲害 製作人就說 啊!我都展示了我的光源系統有多強大 首先他關掉了新功能 你立即看到光源差很多 沒有細節 接著他就試一下 我把太陽照在這邊 你會看到他實時反映到光影效果出來的 接下來製作人表示 喂!達哥 麻煩你先收一下 因為我想展示一下新engine 我們現在的音效功能也有新賣點 就是一些聲音效果 會自動根據遊戲世界的空間 環境自動配合作出調整 然後下來就會有一個 close-up鏡頭 我覺得是整條片其中一個 最能突顯到這個新unview engine的強大之處 你看近距離 看到這些石頭紋理一樣很細緻 好,你看到這些蝙蝠飛來飛去 之後製作人就說了一些我都不太明白 他說 Sundang轉裡面 那些粒子和粒子之間是會互相溝通 所以他說蝙蝠會知道環境 然後就會懂得知道怎樣飛 看完天空之後 看著地下 看到女主角在這裡踩水 不太有限情日之 他就特意展示給你們 新engine 那些水的流動 他說是不是逼真了很多 他說這些都是新engine的新賣點 進去神廟 看到了 女主角說太黑了 打算開個電筒 開完電筒之後 製作人就說 你看看 當電筒照在金屬的花瓶 你就會看到反光閃亮亮 接著照在地下的蟲 蟲蟲又會自動避開光源 這一個就是unview engine的演算強大之處 光源會根據遊戲世界的即時環境 地形和生物會自動演算 進去神廟的內部 你看到這尊神像 你會看到特別sharp 他說為什麼 他說單單是這個神像 已經有幾十億多邊形 所構成 他就說 不只 我們整間神廟有幾百個神像 他說 數數 你就知道多邊形有幾多 還有 他說 你這個引擎可以直接把電影級別的素材 丟進去 你不用再遷就 遷就 以往 我怕放太多邊形下去 會導致精數下降 疾機 感覺 用了這個新引擎 你就不怕了 這個時候 如果想雞蛋女挑骨頭 你還可以說 嘩 你只做到神廟有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這個時候製作人都很冷笑一聲 是嗎 我帶你整個遊戲世界 我整個遊戲所有東西都做到這麼漂亮 脆嗎 怎樣 他站到這麼高想做什麼 跳樓嗎 真的跳樓 嘩 會不會踏死呢 但我來不會 因為他懂武功術 懂飛 殺雅日 生於這個地方 稱呼叫吾翁 請呼叫吾翁 無論你 氣 無法 伸手 仿佛一片 真風 好啦 終於飛到終點了 究竟他會去哪裡呢 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覺得女主角的樣子 都有點像猴子 真的有點像吾翁 那至於去哪裡 當然不告訴你 先賣個關子 想知道 到時看我玩 出了的時候 就知道了 好啦 Unview Engine的影片 就到這裏 看完之後 巡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點點感想 首先 第一個印象 就是畫面 真是美得一聲 你會見到 那些多邊形 那麼多 光源 那麼複雜的處理演算 那些實時演算 都沒有 有些Drop Frame 精數下降 疾機的現象 你可以見到 這個引擎 其實的確挺強大的 以往 通常同一隻遊戲 可能他都會有分家用機平台 還有PC版 人們都會選擇PC版 為什麼呢 因為PC版 畫面可以更漂亮之餘 還有比較少一些疾機的情況 當然 前陣子你有一部超級電腦 對不對 今次他特地用PS5來示範給你看 就告訴你 喂 大家呢 以後買家用機版的時候 可能都可以放心一點點 他就說 喂 家用機版 現在都可以做到 很漂亮的級數 這個就是我認為 這個unview engine 最大的感想就是這裡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記得like 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這樣先啦 完